首先,页码设定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一定要从节三开始 也就是最后一节来去做设定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先把页码插入进去 所以点选插入 这边有一个叫做页码 我们可以放在页面的底端 页面的底端的中间的位置 这样是为了方便我们去看 所以我们先来去看一下 最上面,最上面第一节 第一节,他知道这是封面页 所以他没有任何的页码设定 接下来第二节是目录 目录下面有看到 这边有一个零 这代表编号也都不对 好,那我们希望他是一个小写 I那个英文符号 那接下来我们说如果要设计页码 我们从第三节 也就是最后一节开始设计 所以在这边最后一节就是什么 第三节 我们来去看一下页尾这边 页尾这边 它的一个设定的方式 我们先选到这个页码 然后接下来这个铜钱要关掉 因为目录那边 所谓铜钱就是现在的样式设计 要跟前面一节的样式设计一模一样 所以这边铜钱是这个意思 所以前面的一个末路 页码它是用 罗马小写的数字形态 我们不是要用那种形态 所以我们要把铜钱给关掉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一个页码呢 我们要去修改它 怎么修改呢 在这边页码 有一个页码格式 针对这个页码格式呢 我们要从1开始编 然后编好之后呢 就直接按确定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先来去看一下 这是第一章 所以这边应该是本文的第一页 然后这边会发现说 它没有页码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部分的页码加进去 加进去 插入 页码 选择页面底端 中间 而且要记得把这个铜钱关掉 好 这就是第二页 它的一个页码 那相对的 来看第三页做好了 第四页做好了 那这是第三节 记住哦 第三节要把铜钱给关掉 然后要重新赋予给它页码的形式 接下来我们要去设定 目录 好 我们要先从目录的第一页来去看 这应该不是从零开始 应该是从I开始 那我们先把这个铜钱关掉 因为为什么要把铜钱关掉 公命页是没有页码 好 我刚刚特意讲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 公命 制作页码的程序 调整 从第三节开始做 主要的原因就是 如果我们今天把第一节 也就是蜂蜜页的页码删掉 因为我说蜂蜜页是不能有页码 一删掉 那第二节是不是铜钱 铜钱是不是就变没有页码 好 所以这样子一个做法 这样子一个修改 是很奇怪的 所以我们从第三节开始往前做 现在来做第二节的设定 所以把铜钱的关面关掉 也就是连接到前一节关掉 接下来呢 针对这一个页码的一个格式 我们要去修改 所以点选页码底下的页码格式 一样其实我们是从1开始 但是它的数字的格式要换成 罗马数字的这个i 然后点选确定 这边我们就可以发现 它这边变成一个i了 那到第二页呢 我们就会希望是i 记得把这个铜钱关掉 那因为它已经设定好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就不用做任何修改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去看一下第一节 第一节本来就是没有页码的设计 所以第一节已经设计好了 所以完全不用动它 然后设计完这个页尾 我们就再点选 关闭页手机页尾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一份文件就制作好了 页码的设计 那目录是不是要再修改一下呢 当然是顺便我们来检查一下 是不是都正常 例如说标题一应该这边 不是从第三页开始 而是从第一页开始 所以我们点选参考资料底下的 更新目录 更新整个目录确定 我们就可以发现 这个成功简报关键篇 从1开始 然后接下来第一节 都是从第一页开始 然后检查一下 它的一个目录的页码 等于是用I 然后下面这边是用II 然后接下来这是本文 本文当然也是从第一页开始 然后第二页一直内推 我就不足业的去秀给大家看了 这就是一个页码设计的技巧 对这是一个页码设计的技巧